哈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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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粉絲,哈囉,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啊 今天我們羅漢廚房一到禮拜四來播出啦 為什麼呢?因為羅漢禮拜五有公出 對對對 不然你不要出去玩對不對 公出 當然今天要特別跟大家說聲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沒辦法直播的原因是因為系統一直不穩定 所以我們只好商討了 我們用預錄的方式 然後再用播出來滿足大家的需求 但我們過程裡面,剛剛我們其實已經直播一次了 只是因為訊號一直沒有要儲存 跟傳遞可以臨輔上的手機 所以可能就看不到啦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那我們還是一樣 今天做一個經典的啤酒燉什麼 牛肉 人家都是紅酒燉牛肉 你弄個啤酒是什麼意思啊 其實啤酒燉牛肉你去網站搜尋可以搜尋到 可是不管啤酒燉牛肉還是紅酒燉牛肉 通通都是牛肉 你是葉教授嗎? 新海羅盤葉教授 但是因為一般都是紅燒 你用啤酒、紅酒燉都是紅燒 其實燉出來就是 就大概是深色的 那我其實我做的是不一樣 這個是 比較輕 我也不曉得好像是我自己搞錯以後 做起來不錯就這樣做 所以人家以前跟你說是紅酒燉牛肉 你就去買了一個啤酒回來 沒有沒有沒有 啤酒有 人家啤酒鴨 那個都有就做完差不多 那就是說我這個是用清燉的 其實是我有一次喝 因為我不喝啤酒 那我們家忽然多了一些罐桃桶 罐桃桶是什麼東西 罐桃桶 罐桃桶 罐桃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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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曉得怎麼用 就想說不然用來 因為啤酒本身有酵素 啤酒它那種 就可以容易讓牛肉比較快 比較嫩 所以我就把啤酒加下去 然後我們弄一個滷包 我們看一下大概的 滷包 薑片 很簡單 然後就是牛肉 這牛肉要特殊處理 要牛肉加帶一下 然後我這牛腱肉 因為有些人會做那個什麼 就是牛條 牛牛 牛腩 牛腩那個 但是那個很油 我的媽呀 這個 我會用那個牛腱肉 但是你就是外面這裡 你看這個 外面這裡 原來是一條牛腱 有筋 外面有一個白白的筋 那個要把它 撈掉 把它拔掉 你要把它拔掉 這個肉才會好吃 沒有喔 應該是說 講那個筋留下來去燙的時候 它就縮起來了 對 如果沒有的話它又會縮起來 會縮得很嚴重 所以說你看那個什麼 滷牛腱不是本來很大條 滷完就變這樣 就是那個筋 它縮起來 把那個肉 紮過來 那這肉很硬耶 對 所以你看我們把它弄 把筋弄掉以後 我們這個燙過血水的肉 你看 哎呀一下就分開了 就 就不會 那個筋 所以這個就很好入口 太棒了 這個小步驟要大家留意一下 所以就這個樣 那我們 肉燙過以後 肉燙過以後 我們大概就是清水 然後 2比1 水2 啤酒1 還是1比1 因為 啤酒會有點苦 喔 會有點苦 你燉了你就會有點苦 那你直接把這些東西放下去 直接怎麼樣 然後電鍋去燉就好 兩杯水 你就不管它 跳起來 中午下去 晚上吃 剛剛好 電鍋也可以來做一道 對 電鍋就比較正常是用電鍋 那個會更輕嗎 對很輕 而且它在燉的過程 那個滷包的香 整個 家裡面都是 因為 我們家 姓羅的聽說 不吃牛肉 所以我去做一做 吃都倒掉了 蛤 蛤 就不會讓你家隔壁 你不吃的時候 都給我們 小孩子都吃了 那我們當兵 你不吃 你就餓死了 唯一的不吃的就是一個女人 大家有沒有發現 我們在脫戲 因為時間太多了 之前都煮好了 因為這個 其實我們剛剛煮了一半 煮了一半以後 那因為直播一直出問題 所以我們把飯也炒好的 你看我們的會議在這邊 我們飛魚飯 這個我們現在是再重新做一條 給大家看 我們把那個會議 趕快拿過來看一下 我們剛剛很精心的做了這一道 飛魚炒飯 多漂亮啊 可是直播沒有辦法 就已經跳過去了 我們今天被FB 還是我們電力公司 還是我們的政府 突然間整個系統都不穩定 然後就變成我們很麻煩 所以我們就是把那個水 就是啤酒跟那個水召開 然後啤液把它放下去 這個其實我們剛剛已經做一半了 所以現在很快就會爛了 你就說我轉身下來 放在家裡 你知道嗎 人家轉身離開 回頭就發現 就這個樣子 你就聞到那個味道 哎唷我的媽呀 那我們加了三次 所以就薑 等一下全部都薑的味道 那我示範一下 倒啤酒給大家看 現在沒內容了是不是 倒啤酒 其實這裡面剛剛已經倒過一瓶了 我們要倒半瓶 留半瓶給我們那個 等一下我們給老王再補飯 因為卡頓太久 啤酒的味道都不見了 所以我再把它加一點啤酒下去 就像你煮麻油雞也一樣 煮麻油雞也一樣 煮麻油雞最後的時候 酒都真發光了 然後又再有 再倒一點 補一點上去 那就蓋子蓋起來了 蓋子蓋起來了 其實櫃姐你知道嗎 我們站櫃的小姐都叫櫃姐 櫃姐那個店 其實我那天去想一想 其實它那邊可以賣什麼 它又冬天的時候 就把它弄很香 就在那邊賣麻油雞酒 其實人一走過去 聞到那個味道 就會進去 那一種是 本來沒有預期 都會想去吃的東西 聞到味道就想到那個故事 要來吃一下 最主要是煮的好吃 我現在看到 我們那邊有電鍋 我現在看到 那個電鍋不是大龍電鍋 不用大龍電鍋 我們以後有很多 在教大家很多電鍋做的料理 因為怎麼樣 你就是中午把它丟下去 晚上就開飯 是是 所以就很好弄 簡簡單單就可以做菜了 好 那我們今天廢話一直講 繼續講 講得差不多了 誒光大哥 最近有什麼行善的詩集啊 這種 講第二次的我現在有 好人厭 我還是要稍微介紹 人家 剛剛講到一次 莫名其妙 我忽然間問了這個 現在已經 有點心知肚明了 沒有啊 我天天在行善 好啦 這邊有一個 我們那個 眾苦教委員的感謝狀 要謝謝羅翰 我本來以為說 剛剛路過沒有出來 現在不會再拿出來 一定要拿出來 因為現在才是真正要去 傳遞訊息給我們的粉絲朋友的 為什麼會有這個講 那個 不能說 講 講狀 好不好 是因為我們羅翰大哥 琴棋書畫 他都會 其實老王拿這種 拿了五六張 他都拿出來 沒有沒有 而且他比較大張 結果他都會抽一個數字 這樣 我們那邊還有一個世界地圖 對 因為羅翰他經常有一些攝影作品 跟一些自己手繪的作品 然後剛好看到這個眾苦教委員 是比較辛苦的一個單位 所以他就來做義賣 那義賣的所得呢 一分一毫都不取 就直接捐給我們的眾苦教委員 眾苦其實沒有 都不是叫他們直接繪 不然我要轉帳的錢 也是啦 都是轉過去 直接轉過去 我們做愛心都沒有扣成本的 有些人做愛心還要扣成本 沒有辦法 不能再講 哈哈哈哈 不能老是拿人家當比例 其實有時候想過來 對啊 其實最好的工藝是這樣 你自己可以獲利 又可以教化 又可以那個行善 那就開企業社就好啦 社會企業就好啦 對不對 買盈利的百分之六十都捐出去 OK 好啦 我們不想再聊那些事 車費開湯了 對啊 你看 今天過了兩個半鐘頭以後 我們終於快要滾了 好 其實這個 我就想說 為什麼這一道 其實很 你如果用電鍋 燉很輕 會比這個 這個已經很輕了 來 我們請老王來 試一下 他第一次的時候不想吃 現在肚子餓了一樣 只是一把碗拿過來 不是不是不是 不是那個問題 也是因為要拖時間 對不對 好 這個奇怪 為什麼直播一天好出十四千 你說 為什麼我們都不用調味 因為剛剛已經調好了 哈哈 哦 好清香耶 那個啤酒清香的香味 對 這個比後衛進好一點 哦 好喝好喝 非常的清爽 等大家 來品嘗這一味的時候 腦袋一定要去幻想 在一個浪漫的場所 然後很清香 吃完牛肉 還不會有那個牛燒味 都沒有 最主要是什麼樣 你像 像我們這個弄起來 你看 我就想說 你把它燙完以後 再下去你用電鍋燉 還是用這個小火煮 它不會有雜質 後面那個薑的味道有起來 會起來 會整個熱呼呼了 而且就很輕 其實你這一種 你調 因為大家沒有看到調味 你就自己調就好了 就是 你等到它燉好以後 你自己再去加你要的口味 鹹蛋你自己加 你要淡一點鹹一點 你如果這個可以 燙麵 有些清燉的麵 然後就把它弄過去 那你就可能要不要重一點 那你如果光喝湯的話 味道就OK就好了 哇 這都可以散開了 對 你真的那個外面那個 肉膜 那個筋膜 一定要弄得掉 這樣咬下去 整個都睡開了 要不要再開一碗 所以今天是餵食秀嘛 要不要弄個籠子給我 好 那我們下個禮拜五 下個禮拜五 OK 下個禮拜五 我們再重新做一次 歡迎炒飯 先決條件是 FB 跟我們的網路系統 都必須穩定 不然我真的很抱歉 今天我們已經做了兩次了 最後這一集 打王已經吃了兩斤牛肉 我以為是五斤腸襪 好吧 那今天的直播節目 應該錄影播出的節目 就到這邊 謝謝大家對黑肉章的支持 也謝謝羅漢大哥 每天禮拜四禮拜五 都恩的時候都從肌肉 他都沒有給我感謝裝 不用啦 放在心裡面 可不可以刺激一點 沒有啦 有一個吻啦 好 好 謝謝掰掰